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要來介紹RO仙境傳說 艾如初見的六大職業攻略介紹 希望能夠讓玩家快速的了解遊戲內容 在遊戲中共有六種職業 弓箭手、服飾、商人、魔法師、盜賊、劍士 而每個職業都有不同的特色 劍士 劍士可以發揮一轉職業裡面最強大的戰鬥力 擅長各種打擊系的技能 而初心者達到實際之後就可以轉職為劍士 而劍士在接下來的遊戲中 可以進階為騎士或者是十字軍 一轉的劍士擁有強刃的體魄 可以透過技能狂擊、怒爆 來造成強大的緊戰輸出 在防禦方面可以透過挑釁來為團隊吸引怪物的仇恨 並且施展霸體 確保受到攻擊時不會造成停頓 推薦指數四顆星 而定位為物理近戰、攻守兼備 推薦加點、力量、體質 劍士在遊戲中定位就是坦克 不過想要發揮即時戰鬥中 能夠發揮的坦克本身作用 通常都需要一個固定的隊伍 並且劍士的分支、騎士或者是十字軍 想要練起來都有點難度 所以玩家需要投入一定的時間 而漏盾的作用就不多解釋了 沒有漏盾的副本基本上都沒辦法打 主隊副本方面也是比較吃香的 魔法師 初心者達到實際之後就可以轉職魔法師 而魔法師可以在接下來遊戲中 轉職為巫師、閑者 一轉的魔法師能夠操縱多種元素 爆裂的火屬性魔法 火球術 能夠讓目標限注冰凍的水性魔法 冰凍術 還有大範圍風屬性的魔法 雷暴術 以及讓目標石化的地屬性魔法 石化術 不管遇到什麼樣的敵人都可以完美的應對 推薦指數 一顆星 定中位為遠程輸出 推薦加點 靈翹 還有智力 這個職業一般是由課金大佬才能夠玩得起來了 雖然法師在前期、中期的時候優勢是無可皮底的 但是在前中期練起來比較快 一旦裝備還有技能出現差距之後 造成的輸出差距也會比較大 畢竟法師擅長的是打範圍的屬性傷害 傷害數值穩定比較高 屬性克制率也非常明顯 因此這個基本上一看就可以看得出這個職業的好壞 而法師大概分為三個流派 隕石派、冰雷派、還有魔擊派 如果是無可的玩家建議隕石派 超大範圍的隕石攻擊加上暈眩效果 可以讓你更安全的輸出、保護隊友 不論是越級打怪 或者是帶人升級副本都非常好用 盜賊 在遊戲中不同於其他的職業 盜賊執著於將自己隱匿在黑暗的邊緣 可當危險降臨時 盜賊遍不壓抑自己的實力 而是奮勇追擊 在中後期可以說是對手的惡夢 而初心者達到10級之後就可以轉職盜賊 而盜賊可以在接下來遊戲中 進階為刺客或是流氓 一轉的盜賊精通、隱匿還有潛行之術 可以透過殘影提高自身的閃避值 還有移動速度 再搭配隱匿無聲無息的靠近敵人 而在攻擊方面 則是依靠二刀連擊來提升攻擊的傷害 另外加上技能、失毒 可以有機率讓目標進入中毒狀態 造成每秒固定的百分比血量傷害 推薦指數三顆星 定位為近戰輸出、高單體傷害 推薦加點、敏捷、力量、幸運 而高爆發的這個職業 血量比較少 其實這個職業玩得好的話 推薦程度一定超過劍士 但是需要非常強的操作 雖然說這個職業傷害的輸出 往往適合資源投入是正比的 但是盜賊本身的屬性就是武力傷害職業 唯一的屬性就是毒屬性了 而且本身資源投入並不會太複雜 玩家基本上也不會出現 資源投錯的屬性狀況 弓箭手 弓箭手一直是自有還有靈巧的相徵 他們擁有精準的尖速 注意讓敵人身位 而他們的優勢在於距離 可以在敵人未發掘之前 就給予致命的打擊 簡簡單的弓與劍 在靈巧的弓箭手中 卻可以變換成無數強大的技能還有戰術 初心者到達10級之後 就可以轉職弓箭手 弓箭手在接下來的遊戲中 可以進階為 獵人、銀遊師人、母娘 而弓箭手可以在遠距離 向敵人射出箭矢 並且擁有很強的機動性還有靈活性 一轉的弓箭手 主要是以二連死 同時發出兩隻劍 來造成高額的膽體傷害 再配合惡消之眼 蒼蠅之眼 星生凝聚等技能 全面提升自身靈巧 還有射程敏捷 推薦指數三顆星 定位為遠程輸出範圍攻擊 建議加點 敏捷、靈巧、幸運 雖然在遊戲中 描述弓箭手是以靈巧而著稱 但是實際上 弓箭手主要還是輸出能力 這也是玩家最看重的一點 關於弓箭手的物理範圍性 傷害一樣比較穩定 而且是遠程輸出 擁有一定的近瞻抗壓能力 這個職業與魔法師相差不大 一樣投入多少 回報就會有多少 服飾 服飾擁有各種不同的祈禱技能 而且還擁有治療的能力 在組隊時是非常重要的存帶 而服飾最大的技能就是 電死之刺服 能夠給隊友快速的提升 靈巧、智慧還有力量 能夠幫助隊友提升到正常狀態 蘇星者在到達10級之後 就可以轉成為服飾 而服飾接下來可以在遊戲中 進階為 牧師 還有武爭 一轉的服飾是神的代理人 可以透過聖屬系技能 神聖之光來進化亡靈 在團隊方面 除了透過治療術來恢復隊友的HP之外 另外還有 天使之刺服 還有加速術 等支援型技能 來幫助隊友提升屬性 車鍵指數5顆星 定位為奶媽治療輔助 而建議加點主要是以智力 其他的話就是靈巧還有體質 在遊戲中雖然操作不難 但是還是需要一部分的 這個職業最大的特點就是 不太需要多強的操作也能玩得好 因為他是治療職業 在團隊中擁有很強的輔助作用 而另外兩個分支 一個是牧師 一個是武爭 牧師最主要於治療的職業 而武爭更是擅長輔助還有自身強化 也擁有一定的攻擊能力 這兩個職業拼命玩其實都非常推薦 至少擁有比較好的遊戲體驗 商人 一轉的商人攻擊技能是非常獨特的 可以透過消耗銅幣來造成攻擊的 金錢攻擊 或是透過商人獨有的手推車 來對周遭的魔物進行打擊的手推車攻擊 不過另外還有兩個最實用的被動技能 就是低價買進還有高價賣出 而透過這兩個技能 商人不管是透過購買或者是販賣道具 都可以獲得額外的bonus 而後期還有兩個方向可以轉職 鐵匠或者是鏈金術師 定位為有錢就任性啊 擁有的技能均與商業有關 可以裝備大部分的武器 建議加點力量 敏捷還有靈巧 而商人系列的進階職業為鐵匠 鐵匠非常注重爆發 而商人的攻擊都是非常獨特的 可以消耗銅錢來做攻擊 另外也能使用獨有的手推車 來對周遭的魔物進行打擊 以上就是RO仙峻傳說 矮無初見的流打職業攻略介紹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朋友還記得點個讚訂閱一下 也麻煩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狗黑曬怪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 choices 小鈴鐺 一個早 Not 為了 收 Ter stole 好, 太多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